中国的年度政协会议已经结束 人大会议也即将结束 在此期间 仍在海外并多次爆料中国高官贪腐情况的 中国富商郭文贵发出了推文说 中国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 已在大会期间被中纪委带走 从网上披露的有关视频来看 的确看到傅政华在大会期间被几个大汉带走 但目前还没有证据或者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 这几个簇拥着傅政华离场的标形大汉 就是中纪委的办案人员 另外在中国的媒体上 也没有任何傅政华的相关消息和新闻 百度上能够搜索到的傅政华的相关新闻 也都是几年前的 今天的媒体观察 海涛要来为我们解析这个事件 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首先给我们讲讲这个傅政华 不是这个郭文贵 在深夜发推爆料傅政华 到底这件事来龙去脉是怎样的 是这样 傅政华呢 最近他在美国在那个和平那个民进那个上面 他做了两次的爆料 一共四个小时 在这两次爆料当中呢 郭文贵的爆料 郭文贵 郭文贵的爆料 他在这两次爆料中 他主要就提到这个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 傅政华先生 他说傅政华有很多的腐败 他举了很多例子 那么就在他爆料之后呢 他就多次说中纪委已经把这个傅政华拿下去了 可是这两天呢 这个中国开两会呢 傅政华先生又出现了 那怎么办呢 那么在因为昨天是政协已经完了 那么今天就是人大也应该就是结束 在这个关键时候呢 傅政华先生 不是就是郭文贵先生 他在美国的这个推特上 因为他是人在海外流亡 他现在在这个推特上发文很多 他和那个川普总统是一样的 大家通过推特发文 他这个推特呢 发了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显示呢 在这个人大两会期间呢 就是公安部这个副书记 常务副部长 傅政华先生呢 被几个 被四个就是表情大汉 比他高 很多人 就是四个工作人员 穿西装打领带 非常正式的 人员 把他这个簇拥的走了 在那个初期的那个通道当中呢 还有几位香港记者 追着傅政华 问问题 傅先生什么香港 说如何如何 问那些边缘问题 没有感敏感问题 这个傅政华先生呢 一句话也没有说话 表情非常严肃 那么在四个大汉这个就是 把他簇拥下 最后好像有个大汉 还就用左手 把他这个就是推了下 意思说 你快走快走 就是那么意思 这个视频一出来 海外很多人就注意到了 说还有人就是跟说 也可能是这个傅政华先生呢 在这个两会期间 被那个中纪委给双规了 海涛你一定是仔细地看了 这段视频啊 那你觉得这个视频 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 只能说明就是他这个傅政华 在这个人大会议场上离场了 那么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来说明 那四个跟着傅政华的人 就是中纪委的办人员 还有人就是网民分析说 也许是傅政华他本身就是 原来是中央政法委员 然后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 公安部的这个党委副书记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因为他在北京把那个天上 就是皇家一号什么天上人间 这类常属他给清理掉了 就是他民生大政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中国政法委方面的一个人物 那么有一个可能 就是说他在这个两会期间 被这个中纪委给带走了 那么还有人网友就质疑说 中国这个中纪委呢 从来没有在两会期间 把高官带走过 比方说上一次开那个两会 就是几年前开两会 出了薄熙来的事 也是最后的温家宝的记者招待会上 谈到了薄熙来 那么当时薄熙来在那次记者会上 那次两会期间 他还举行了记者会 还回答了我们很多记者问题 包括我们这个中文部记者 当时驻北京的记者张楠的问题 就是说中国这个高层呢 从来没有在两会期间 把这个贪官就无力就带走过 但是倒是在底下的一些 广东省的这些高级会议上 他有带走过那个高官万秦良 这个有记录 但是在中国的北京召开的 非常重要的这个会议上 从来没有过先例 所以可以说有很多的蹊跷之处 是 那么海淘我们也注意到 郭文贵在他这个推文当中说 他爆料之后中纪委对这个 傅政华是开始核查 他用了核查这个词 而不是调查 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 当然是有区别了 核查就是 你不是提出这个问题 我去看一看 他没有正式展开调查 也许是一些非常低级的一些工作人员出面 只要中纪委立案以后 他会派非常高级的这个人员去 对重要的人物来 比方说省部级以上的官员 他会非常高级的这个办人员 郭文贵今天早上 他又在美国时间天长 他又发了一推 他说 傅政华先生是什么样的级别 开两会还能带着警卫员走首长通道吗 还可能到场而不开会 晃一圈就再离开了 他快完了 王永文的全民反腐 将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中间力量 支持三位书记 也就是王岐山 孟建柱和那个习近平 三位书记 依法治国是我们的目标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他就认为 傅政华是在这种场合下 不可能是带着警卫来走通道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被中纪委给拿下了 但是现在来说呢 就是郭文贵先生 他本身也没有什么 就是可靠的证据 只能说是 傅政华先生在两会之间离场 而且表情非常不自然 是一个事实 那么具体那四位 跟着他的就是标准大汉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员 是中纪委的办案人员 还是他的贴身保镖 这个还有待于这个查询 我需要补充一句的是 我们驻北京的记者 叶斌呢 他会在这个就是观察 就是在这个人大 人大会闭幕时候 人大会会交代 有多少人参加 有多少人没有参加 在这个会议上 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能注意到 就是傅政华先生没有参加 那么傅政华先生 就可能就是有 就是出问题的几率就比较大了 我们也很期待后续的报道 好的 谢谢海涛今天做和演播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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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